好 又是一週全新的開始 所以一週天氣看過來告訴大家 本週台灣的天氣整體來說 是相較來說比較單純一點點的 明天水氣會是 這一週來看水氣最少的一天 即便還是會有午後熱對流的發展 但是基本上是集中在山區 也就是說你如果沒有往山區走的話 不用擔心午後熱對流的發展不太會下雨的 所以明天高溫炎熱提醒你一定要留意 週三 週四過後 台灣環境場的水氣會再度的增多 所以包括了迎風面降雨 還有山區的午後熱對流 對流發展出來之後 它下雨的範圍也會擴展到 近山區還有平地這一帶 所以週三過後可能觀眾朋友要重新留意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 水氣是不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你可以看到通常我們說 西南風偏南風的環境 基本上應該還是會有一些短暫鎮雨 雖然很局部 但是今天來看 今天晚上到明眼清晨不用擔心會下雨 明天主要的降雨時段就是中午過後 而且非常局限在山區 雨量看起來也不太多 但是瞬間降雨的強度還是要提醒大家特別的留意 也因為水氣一少 所以雲層預計明天也是比較少的 那太陽直曬之下非常的熱 降暑呢針對了全台 一共四個縣市發佈到黃色的高溫燈號 這縣市局部的區域可能會出現 36度以上的高溫 即便你不是在發佈高溫燈號的範圍 明天真的是全台都非常非常的炎熱 不只是悶熱還會有很曬痛的那種感覺 因為陽光直射之下 你可以看到呢 各地的紫外線都偏強來到了紅色的過量 還有台北市跟花蓮的部分是來到紫色的危險等級 15到20分鐘 你只要在上午10點鐘到下午2點鐘的一段時間 站在外頭曬個15到20分鐘 你的皮膚就會曬傷 所以提醒您要特別留意喔 那除了台灣的天氣單純之外呢 因為現在還是8月份是暑假的尾聲了嘛 很多人呢即便週一到週五是上班日 但是可能很多人呢 還是會想要帶著家中小朋友去出國玩 所以呢要特別提醒您颱風的訊息 因為這一顆颱風看起來很強耶 今年第10號颱風 山山颱風活好久的時間了 從上週講到了本週它還存在喔 這一顆山山颱風它現在已經是中度颱風了 而且之後來看它還會再持續的增強 而且可怕的地方在哪裡 你可以看到它的路線往西修龍 本來說它應該是在日本四國關係這一代登陸 但是往西修之後呢 來個大迴轉 幾乎呢日本一半的陸地 都有可能被它的暴風圈掃過 所以要特別特別的留意喔 而且呢現在來看也因為它走的速度變慢了 所以呢 影響日本的時間點也稍微往後延 上週我們說應該是週二週三最靠近日本 現在來看呢 它的暴風圈應該是在週三開始會接觸到 日本九州這一帶的陸地喔 接著呢它就會轉往東北的方向 掃過大半日本的陸地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 本週要前往日本旅遊的話 一定要留意颱風訊息 幾間明天各地的溫度要提供給您 北部地區明天天氣十分的炎 只有白天高溫平均值都有33到35度 中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明天呢一整天的溫度26到34度 南台灣的部分明天也是晴到多雲的天氣 注意紫外線 東半部地區明天白天高溫32度以上 離島地區的觀眾朋友 尤其是連江跟金門的觀眾朋友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 要留意的是容易有低雲 跟農物影響你的行車視線 要留意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細小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